我覺得剛才大佬講說 為什麼這個張立善宣佈的 這個好像聽起來地方比中央嚴格 我回想過去這兩年蔡政府的施政 像當年有說要進口 本來一度要進口這個 美國豬 美國牛 對不對 中央本來說要進口 或者說要進口日本的核宅食品 其實當時我們在地方議會 我們都是變成要修改地方自治法 要讓它禁止到地方來 所以這其實感覺起來 那也有點像那個現象 就是說我們地方是禁止的 你即使到時候中央要進口美國豬 可是問題層次有點不一樣 美豬進口 對 美豬進口有國安外交的議題在裡面 那跟豬瘟不太一樣 沒有錯 那是有牽到那個層面 但是也是可以些微的去突現出 地方有些地方自治這個武器 這個最後一道防線我們也可以做 那雲林縣政府最近 他根據這個廢棄物清理法 他改變了實行細則 他讓廚宇不能夠去餵豬 我想這一兩個禮拜來 各個地方開始發現有什麼 使豬的漂流或漂移 我想張立善這個新的縣長 他很簡單嘛 他不希望一旦有真的 非洲豬瘟在台灣真的發現了 或者在雲林發現了來不及了 雲林畢竟也是個養豬大縣嘛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直講防疫如同作戰 我倒覺得張立善比較像 他的防疫像在作戰 我倒覺得陳吉壯不大像在作戰 你要去那邊 感谢观看